但是我们曾经可能一度时间内呢是快了就高不起来 高了就快不起来 我觉得现在这个状况呢还是有改变了 今年整个的这个打的这个速度确实提升了不少 失误了 这个球是打手 轻轻地碰了一下指尖 远远队短平快 这球是打手了 如果我该怎么打不好球我应该怎么处理 一定要减少自己的自私 没有这个球 没有保护起来 这个节奏肯定是不如杨俊晶打三点要好 投三 A宇这次被拦住了 张长宁的后攻就没有朱婷的后攻 压的低压的平 对方的这个九号软式玉花 身高也有一米八六 是他场上最高高度 不是 场上最高的是软式清脆 坚硬一米八七 力度不够 攻手借不上劲 力量完了之后 我相信肯定也做了总结 所以昨天那场对日本到今天 这场球的这个开局打得都非常好 我们说了二船 你首先 你如果你有很清楚的头脑 很灵厚的头脑 分配球非常的 对方的头脑 出了